大家好,我是Dan 在正义爆发两天后 今天,Kim Sono上传了立场文 我是Kim Sono 很抱歉这么晚才发表声明 前几天就看到了以我的名字为标题的新闻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恐惧 所以一直到现在才写下了这篇文章 我与那位是以美好的感情为基础交往的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 因为我的疏忽跟一些不成熟的行为 以那位造成了伤害 我想要与那位见面正式的道歉 但是现在无法这么做 所以我正在等待时间 在那之前 我想先通过这篇文章 向那位真心的道歉 同时也向到最后都相信我 因缘我的所有人真心的道歉 因为有大家的因缘 我才能以Kim Sono演员的身份 出现在大家面前 但是我却忘了这一点 因为我的不足 给一起合作过的很多人 造成了困扰 对此我深感歉意 我知道这篇没头没脑的文章 不能被所有人接受 但是即使这样 我也想要传递我的真心 真的非常抱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爆料文内容太狗血了 所以在有官方立场之前 一直都选择相信你了 真的是太失望了 我以为是为了反驳 在复原手机聊天内容 所以才会这么晚 竟然承认了 是真的吗 疯了 至少论坛爆料的内容 都应该是有证据 所以才会一句都无法反驳 直接承认 本来是想见面后和解 再发表立场 但是对方不肯见面 又怕会出现新的证据 所以才会跪着发表立场的 谈恋爱没有错 是说好要结婚后 劝又堕胎才是问题 公开受害人个人资料 说离婚女怀孕中 Kimsono的前女友个人资料 都被网友们搜出来了 目前前女友的SS 也换成了未公开 为什么每次都是 出事后才道歉呢 平常都没有想要道歉 等出事了才道歉的话 这会是真心吗 然后也有网友们表示 能承认已经不错了 最近有太多死不承认的人 终究还是私人恋爱纠纷而已 又不是犯罪 钻民们真的是辱教塔利班 酒驾系组的演员 也都回来都成功了 Kimsono又不是犯罪 只是个人道德问题 希望能反省一阵子后 重新再回来 对于Kimsono的道歉文 以及最后一位网友留言说的 反省后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